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场的小组赛呢 才被对手0比0逼平在这前面两场比赛 尤其是5比2大胜瑞士那一场呢 也可以看到说呢 法国队全体整体的进攻优势 是远远比其他的球队来得强大的 而在德国方面呢 我们看到德国队也是小组第一出现 在16强的比赛 我们看到德国队的一些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在面对这些快攻速度非常强大的球队呢 似乎有一些些的招架不住 而且德国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可能有6到7名的球员 是没有办法以100%的一个身体的优势呢 是上场这场比赛 有一些是有一些小伤痛 有一些是被病毒感染 而法德大战这一场呢 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 他们各自年轻球员到底能够表现多少 因为法国队我们看到有卡巴耶 博巴还有就是马推地这些年轻有劲的球员 他们呢 能够冲击德国的这个后防线 而在德国方面呢 像是格策这样子的年轻球员 能够发挥出他自己多少的优势 也是一大看点 当然法德大战呢 也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他们胜出了一方将会对到巴西或者哥伦比亚 德国队来说 被普遍看好说是能够冲击巴西或者哥伦比亚其中一方的 法国似乎就没有那么的被球迷给推崇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法国是有机会打败德国 晋级半决赛 更多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还有分析评论 当然可以收听我们的988 足球技巧前进巴西 也可以上到我们的官方面子书 www.facebook.com988.my 还有支持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988.com.my